8号马库中前掌的一些队员基本上是之前几次集训的一些中国支队熊猫杯国际足球锦标赛的比赛 在场上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东道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的成长 真的是啊我们几乎转了他此前所有的赛事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好的反击机会 对方整体的阵容压得非常的靠上 后防线上控杠比较大 中队这边边落第一时间没传扣过来重新来进入进股组织 好球 反击机 调整过来可以打门了可以打门中间给射门球进了 中队开场两分钟攻破了澳大利亚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首先在边落老爷爷这一扣过来 如果按照我们过往看一些中超的比赛或者是国字号的比赛 大家的第一想法是这就传了 但是没有想到是我退到中场 然后再打一个调球的配合 然后最后呢在禁区内扣过来 澳大利亚队这球也是突破进来了 横向三角打完 澳大利亚队在左路杰西货一的突破 这球给16号泰勒威廉斯 是从前的不位 你跟伊朗梯的第二回合 包括跟韩国梯 其实对手的这种高位比赛 真的是做得很希望 也是亚洲这个足球整体的一个发展方向 中央位持球的时候 我们的后腰一木兰一直在回接 这个就是保证我们这种拿球很关 之前咱们踢 好球 抢断 看看分球 这又是冬季冬中的机会 这球传的还是非常巧妙的 伊末兰一场比赛踢下来之后 就感觉逐渐火药了 上一场比赛就是这样 他主要拿球 他就敢塞这种小空档 刚才毛维杰如果突得再狠一点就好了 王亦凡在速度 断船的配合向前推进 立起来打成了 这其实是很出错的 王亦凡 在国内的优势球比赛当中 上海队 圣花队还是有优势 北亚洲 围前 呼出去了 再看 什么刘雪敷的这球 这个反复叫球 危险又来了 哎呀 这球最终还是反弹 飞进了中国队的球门 本尼是吗 就是7号丹尼尔本尼吧 这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 前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丹尼尔本尼是 再看啊 这球其实跟刚才那球情况一样 还是罚终点 然后呢是在球门区线上的这个位置 不过上一次呢 终结比赛 这王岐凡的这个防守压力 真是特别的大 对方的8号尤尼斯 这个球直接传到远端 强在丹尼尔本尼 正面的这种硬朗程度 还是要起来 来 这种比赛就应该是这样 毛伟杰 樱木兰 就是说我看这后毛线拿球 在高位的时候 高位防守的时候 没人敢去接应那个球 每个人都害怕输 漂亮 哎呀 陈泽志白一着 对着敢接应敢侧应 敢拿球 上了点强度了 我看中国队坷在 接连把对手放倒 裁判这边呢也是像中国队的防守 乌扬的球员 他们在欧洲踢球的球员 速度很快 突破的能力很强 两次这种防守 非常的积极 这是拼速度的时候 萨尔把他往进去的边缘去挤 哎呀好球 中国队的注意力比他们要集中 王亦凡前场的抢断 看个中路有没有包装 哎呦这球没有进 再来再来 陈泽世 漂亮 好球 好球看看进去外面 王亦凡一队一 王亦凡通过很大胆 打在身上 这球之后啊 连续两脚这种外围远射都非常有谱 陈泽世在踢中场进攻位置的时候 也是这支贵军队应该说最好的队员 他在哪哪个位置踢的就比较舒服 他踢进攻型中场的时候 咱们前场组织就会比较好 他打后腰的时候呢 咱们后场接球会比较方便 这是个好队员啊 也是久而久而久而久的心目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中场的主力之一 好球看看中国队跑出了空档 在两线之间中国队有人站 好球 英木兰到上抢之后分球 漂亮 对我没进 非常漂亮的月头球 马伟杰 对的发现了对方后方线上的这个空档 哎呦 马伟杰小子顶上跳的 连路的位置 这球穿的眼跳 脚法运用非常得到 送的位置 本土新兴啊 这个赛季在中假联赛当中呢 马伟杰代表大连英国 是有过28场比赛的出场 场均打了74分钟 进了三个球 同时还有两个助攻 结尾绩还是非常喜欢马伟杰啊 上一次比赛当中啊 包括咱们踢 韩国 在进攻当中 我们看这球就打了王英盘身后 哦 他100米的冲刺 对于他的体能来讲 肯定这个很大消耗 哎呦 漂亮 对手这一下 今天毛里结了 电路的空档出来了 好的 中间这球给的位置非常不错 王英盘 后撑 后撑 漂亮 后撑 这球是打在身上 打手成了吧 对 然后毛里结分边又是 我们再看 是是是 这个球确实是 是手成了 是手成了 踢翻在地了 再从这个角度 你会看到更加的清楚一些 好球 这个球在分边 王英盘这一次 面对对手的边后卫啊 信心非常强 王英盘这球选择自己打了 他打了对方能降 这个是在过往几年的时间 能是打到了尾声阶段 42分钟的比赛时间 好球 你看中国队这种层层推进 又给他王英盘 现在是看准了自己的左路 对 对方的右路在哪 要注意对方的解围 中间这时候后防线人少 澳大利亚队现在在打一个快速反击 已经是形成了三打三的局面 中队四名球员全速回防 好的好的 这个时候时间就争取到了 对手这个时候转移的不好 哎呦差一点 哎呀这脚远是有点 丢球后防线上被对方打反击 然后再转到成功的集结防守 咱们打一个比喻 就是说中间的踢得很像一个强队 还是给中队 哎呦还是啊 洛萨多尔这边呢是在抢中国队的 现在要注意的就是澳大利亚队中场第二踢队球员的上抢 嗯 这是澳大利亚队相比上半时比赛一个最大的变化 这球危险了 打门 好球啊 刘其伟 刘其伟 刘其伟突然前插的上 哎对 这会切断中队在中场横翻球的路 好球 中国队也是 欧洲踢球的球员之一 马库斯目前是在爱因霍温的踢队踢球 会有更多的这种交流 围绕着熊高杯也是打算要重启这个IP 然后去旅行参观消费 体育也成为拉动这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办法 小心啊 这个稍微在后场出球有点失误啊 那澳大利亚队是用自己的边后位子来补防 这是刚才那球 这吓了人一跳 咱们还是习惯一把球给到王一凡 让王一凡在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 看看传球 看看传球 看质量 这球掉了让球的远端 有没有机会 漂亮 又没进 又没进 哎呀 这球 我怎么觉得每一脚球都跟进了一样 我今天已经几次了啊 就是澳大利亚队的这个门鞋 拨不进去 我们看看 实际上每一脚都是 都跟进了一样 都跟进了一样 哦 这个球已经出现失误了 对方的门将对于第一个球的判断就有失误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球员的身体 球门横梁 对方门将 看看中部队的角球质量怎么样 十七号 埃子迈提来主 后点投球 感觉王一凡所在的内意明显不像上半时临际尾声阶段打得那么活跃 哎 澳大利亚队这又是尝试了一次 这是刚才穆萨杜尔的那脚打门 他下一个赛季 就二四到二五赛季的奥超 他现在是有过三场比赛的team 啊 澳大利亚队的阵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杆的吕欧的球员 另外呢 杜尔之前中队的中路防守 就决断 这是一个好的反击机会 哎 犯规了 对 哎呦 这可拉 拉衣服 那些 你可以过来 赶女打门 赶女打门 对 最后还是 看后点 哎呦 哎呦 这球最后是打在了边网上 这像啊 彭肖 压后卫 但是 彭肖前插 然后就压对方 这位门匠失误有的机会 他还没把握住 哈哈 反正就别路的进攻 杨夕 杨夕传球 传球传球 好球 这球打得很巧 调整啊 射门 沙利亚这种有强度的比赛啊 这队员的体力量还是出现一些问题 刚才是两个后腰之间的配合 我们看伊木兰啊 最近的比赛这个特点非常好 他的两个换人 阿玛23号阿玛纳蒂迪斯上了 另外一个23号皮尔曼上了 最后 我擦门过 好像澳大利亚对主场队员有人受伤了 他在这球 而且他国内联赛那会儿也正在踢的吧 对对对 澳超联赛 还有澳大利亚的刺激联赛 他都是跨年的 所以到那时候 前沿的这种远射还是有机会 后球看看这球有没有 这球看看后点 杨夕能不能传起来 哎呀 这球第一时间没传 哎呀 连续两点 都被对方的防守圈 主攻 现在是不是把杨夕换到了左边 我们看啊 杨夕应该在左边 好球 看看全球漂亮 漂亮 哎呦 好球 哎呀 这被对方的防守圈最后时刻拦截了 漂亮这个球 11号唐天忆的直传 然后再到进攻线球员的抢断 然后再到唐天忆前叉的时机 整个点卡的都是非常棒 哎呀真棒 杜夕征传的这一角球传的也好啊 哎呀 看杜夕征这个身体对抗 只要把球断下来了 哎呀 哎呀这 哎呦 彭销的外线啊被过掉了 危险 有危险打 危险危险 有进了 但是 是不是有位了 对 裁判那边已经举齐了 就是有位了 换下了 哎他还比王毅凡下的要晚一些 哎呦这个球是不是越位真的很能输啊 上的是20号 亚当 不销就是这个抽筋啊 这个腿上的问题啊 好球 中国队 看看机会 看看能不能传中 红传球 改进去 哎呦怎么打球 怎么打自己身上了 有点遗憾 他这时候想能稍微挺 那上天50 哎呦 这一下 这就是彭销吧 腿部啊 已经有点抽筋了 再看 还是很勇敢 彭销是 所以说门前机会的话 中国队友觉得比对手要多 这场比的创造出来的 就看裁判什么时候出于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都会先要顶住对方的这波进攻 四肃度角的踢球 好球 刘七伟 刘七伟今天这场比赛出击的预判 感觉还是非常均 挺好的 对 包括之前几次比赛的时候 刘七伟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 哎呦 这球是不是踢在脸上了 我们看看啊 这个球是不是踢在脸上了 结束了 本场比赛的当局主裁判 他摆脱之后啊 刚要冲起来 这球感觉踢在脸上了 一个平局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 应该说是踢了一场质量很高的全场的比赛 我们现在走这边 对于两支球队织的阶线 就是在强调到这边 对于两支球队的比赛 对于一支球队织的本质范 对于三支球队织的